大家好,我是一球 季前赛的促销啊 昨天稍晚时候开始开始啊 又有一些之前出过特殊卡 再次加入到卡包里啊 大部分卡数值都是在90以上啊 领先有基诺拉、斯伊罗啥的 这个促销的主要内容啊 还是会和FIFO R13的UT有一些联动 完成这个促销下一些任务啊 到了R13的时候呢 同账号下会给一些卡包啥的 也也出了一个官方的活动说明 我会放到视频简介里下 还有全部的在卡包里的球员名单 今天的节目我把昨天出的 和今天出的SBC的任务混在一起啊 首先还是更新了两个促销的卡包 一个是50K 一个是70K 50K是5个83家以上 还有一个租界的顶配传奇挑选 这个是70K 又一个租界的传奇挑选 但是这个70K啊是可交易的 还有不少SBC 首先是变异者的球员挑选 三选一 可充付的要接着七天 限制一套84 还要包含一张黑卡或者赛纪兰 23UT的热身SBC 这个SBC和同名的一个任务是联动的 每两天会刷新一次 一共会更新三次 奖励的是一个84家的三选一 只需要限制一套拉一通打针就可以啊 这个大家一定不要忘记做 而且每次完成SBC啊 任务还会给一个85加乘5的全卡包 三个都完成之后啊 到R13的时候 UT会奖励五个金卡合同和两个不可交易的闪金球员 接下来还有一些升级SBC啊 首先是季前赛第一批阵容的球员挑选 也是个三选一 可以重复的有效期七天 需要限制一套83加70的滑雪 还有就是82加的球员挑选 和普通的三名金卡球员的升级也都再次刷新了 有效期也都是七天 要求和之前也是一样的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任务 首先是FavorR3UT的Kickstart 群组奖励是一个55k啊 这个任务在一个新出的线上 一赛有效期是七天 按照队伍要求 每上比赛进个球就可以啊 这个任务对应FavorR3UT的奖励是五大联赛 各给一个闪进球员包 每个球员包里包含三名球员 还有一个奖励95的鲁卡库的时刻卡的任务 比赛环境Rio和SquadBattle 四花五逆一切顺利的话 六场比赛可以搞定 还有一个季前赛悲赛的任务 和之前的促销的悲赛的任务很像啊 一共是27胜 每隔几胜就会奖励一个球员挑选 每天入场的次数是10次 最后是来万的时刻卡 99的一个前锋 成本在小20万吧 四花五逆 主意角右脚 185的身高高低的心态 身体模型是他自己的 这张卡已经转回到巴萨了 特技也还都是挺多的 基本上除了Flyer之外 其他的都有 97的速度 98的控球 99的射门 弹跳投球也都有99 Inception说这张卡其实还是不错的 虽然是一个身体型的前锋啊 但跟卢卡库的意思就不太一样 如果不太在乎花式的话 他只有四星 如果小区的控球也没太大所谓的话 这张卡其实还是不错的 除了控球差点之外啊 射门啊 传球啊 AI的跑动啊 都是非常不错的 好了就是以上了 谢谢观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